你怀疑她吗 贝珍很爱我 她不可能出轨 你看过她写的小说《离夜》吗 当然看过 那是根据我们的故事写的 你在亲热的时候不喜欢开灯 还喜欢叫美 好 跟她说过很多次 最好不要写我们的生活细节 跟她总是不听 好尴尬 她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仿佛错的不是贝珍 用她的生活细节来协作 而是她的生活细节本来就错了 喝茶 对不起啊 我错过了贝珍了 有机会我亲自跟她道歉 没关系的 我和贝珍不会生气的 沐老师是个好人 在学界她很受尊重 没什么绯闻 也没什么业余爱好 女士们都说她油言不尽 她非常爱你 虽然我错怪了贝珍 但不代表穆达夫就没有出轨 但肯定不会是贝珍 不代表穆达夫 因为在推介会那一天 我晚上一直在跟贝珍食品聊天 到凌晨两点钟 两点之后呢 我跟沐大夫谈恋爱的时候 可以整宿不睡觉地聊天 她也好 她也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喊美呢 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 沐达夫是从三年前开始喊的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需要她这么喊 有可能 我也曾怀疑过 虽然这次来 是想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跟我内心很矛盾 我给你带着两斤茶叶 你方便去我房间拿吗 你太客气了 你相信他们出轨了吗 相信 你说过爱他一辈子吗 是他想背叛了诺言 从此以后你能自己骗自己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骗局 你想和他们一样 彼此彼此 你怎么面对孩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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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他们 幸好你没有揭开我所有的扣子 否则我对任性会很失望 我才是你 你没有关灯 但你说你喜欢关灯 你在帮他们背书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